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脑洞乌托邦 在陕西咸阳有这样一座陵墓 它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 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 1300多年来有17拨人曾尝试盗走墓中的珍宝 规模最大的一次出洞 甚至动用了40万人的军队 但这座陵墓依然不抛弃,不放弃 克尽职守地保护着墓主人 它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二地合葬的陵墓 前陵,里面躺着的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 曾有专家估算前陵中的文物总量应该有700多吨 让人不尽好奇,汉武帝的帽陵被搬空了 唐太宗的招陵被扫荡了 康熙大帝连骨头都凑不齐了 怎么单单武则天和李治的前陵可以独善其身呢 有人说是武则天利用前陵的地势地貌 做了一个顶级防盗风水局 后世盗墓者入局皆有去无回 前陵目到前的61尊阴森无头石像就是证据 也有人说前陵周围时常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麦田怪圈 意味着这里可能存在着目前科学 无法解释的某种神秘力量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前陵的故事 但是故事开始之前 先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宇宙客栈台式丁拌面 不管是古人还是金人 皇帝还是平民都是需要吃饭的 可我既不会做饭又觉得外卖不健康 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宇宙客栈新时代正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懒人福音 不要锅碗瓢盆 不要油盐酱醋 免开火不沾手 免吸完只要十分钟就能做出美味的丁拌面 打开新时代 放入面饼 放入调味料 先有胡麻 焦麻 葱油三种口味 加入蔬菜 肉片 蘑菇 南瓜 或者一切你想吃的食材 再用包装袋内自带的凉杯 加入220cc左右的水 摇匀 放入微波炉内 我喜欢8分钟的热度 可不要小看这个新时代 它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塑料袋 采用专利渐进式泄压技术 完全密封 原理就像是压力锅和微波炉的结合 锁住食材养分的同时缩短微波时间 内置隐形气孔保证不会爆带 新时代通过了SGS实验测试 125度的高温加热60分钟 零减出塑化剂和有害物质 完全不用担心不健康 取出来挤出热气 撕开就可以享受美味了 南瓜软烂 面条筋道 肉也很入味 哇 这是什么神仙发明呀 宇宙客栈台式丁半面线 以上价台湾加乐福量饭店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 首次添加宇宙客栈 官方LINE可以享受50元折扣哦 快来和我一起开启新时代吧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从新时代 推回到古代继续今天的故事 提起砖到帝王陵墓的盗墓狂人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绝了青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的孙电英了 可唐朝末年五代时期有另一位盗墓贼 孙电英跟此人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他就是五代后梁初年的耀州节度使温韬 温韬少年时曾落草为寇 后来投靠了梁太祖朱温被任命为耀州节度使 控制耀州之后 温韬率领手下兵族对境内及周围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 以盗取墓中的珍宝 位于关中的唐十八灵中的十七座都被温韬给开河了 其中就包括固若金汤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唐十八灵中就只有埋着唐高宗李志和武则天的乾陵免遭于难 那温韬是挖到乾陵这儿突然心软了吗 当然不是 新五代史温韬转中祭彩 每次温韬带兵上山准备开挖乾陵时 晴朗的天气就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人马一撤天气立马就转清 次次如此 三次下来迷信的温韬再也不敢挖乾陵了 只留下了一句 唯乾陵风雨不可发 其实早在温韬挖乾陵的二十多年前 乾陵就遭遇过一次大劫难 公元八百八十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皇朝 率领六十万大军攻克洛阳 随即西寇同关直屈长安 成立了大旗政权 攻下长安之后 这位昔日的盐贩子先是痛痛快快的烧杀 抢掠了一番过足了土匪瘾 然后就开始琢磨怎么筹措更多的军费了 这时有人告诉他了一件事 在长安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着大量的碎石 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皇朝 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 很有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 皇朝大喜立即调出四十万士兵 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 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 对铁锹铁铲的运用熟练的很 没多久半座梁山就被挖空了 以此留下了四十米的皇朝沟 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 后来唐王朝纠继帆镇军队 集结于长安城郊 向起义军反扑 皇朝这才心不甘请不愿地空手而逃 时间来到了民国时期 这次乾陵迎来的不是四十万大军 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 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了 而是开山披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 主谋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廉仲 1930年孙廉仲经垄东陕西赴河南任新职 经过陕西时因为军费问题产生了 效仿孙电英的念头 而孙廉仲盯上的就是乾陵 他派了一个师的人马在乾陵附近 安寨扎营埋锅造饭 然后以军事演习为幌子 命令士兵们在梁山上用烈性照药到处炸 志在找到乾陵的木道入口 就在大家以为乾陵的木道口马上就要被炸开始 突然一阵狂风袭来 煞世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现场的树林官兵被狂风卷上了天空 转了几圈之后又被重重的抛到了数十米外 好几个士兵被摔的是口吐鲜血受了重伤 其他士兵见状哪敢再上前啊 在喊叫声中仓皇地逃下了山 并把事情报告给了孙廉仲 孙廉仲请来了道士占卜 道士说这是梁山上的瓜婆乾陵 一再警告孙氏不要再继续挖乾陵了 瓜婆是当地人对武则天的一种敬称 孙廉仲听了道士的话之后 赶紧买来了三生祭品 在乾陵前祭祀一番之后宣布收兵 此后孙廉仲再也没有动过盗墓发财的歪念口 后来他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 成就了抗日汉将的威名 孙廉仲本人也得到了善终 活到了今百岁 直到1990年才去世 据史料记载 有案可查的乾陵盗爵事件就有十七起之多 但无意得逞 千百年来这群盗墓贼们 连乾陵的墓盗口都没有找到 逃出一些怪力乱神的因素之外 乾陵之所以如此牢不可破 其实是得益于他在地理布局上的神来之笔 乾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 前县城北六公里的梁山上 距离古城西安大约八十公里 以山为林气势宏大 被称为唐代帝王陵墓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质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人工风土和阴山为林 两种形质各有优缺点 所谓人工风土就是先挖坑再回田 著名的秦始皇陵就是修建了 宏伟的地宫之后 在回田的风土堆 这类皇陵可以按照最理想的模式 来修建地宫 但是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巨大的人工风土堆 很容易成为地宫所在位置的标识 导致陵墓被盗 如果盗墓者是拥有机枪大炮的官匪 想要暴力挖掘此类陵墓 也不是不可能 炸了人工风土堆就行 而相比之下 因山为陵的皇陵 不起风土 凿山为玄宫 陵墓与山体融为一体 盗墓贼就很难找到地宫的入口 想要暴力挖掘 除非把整座山都移平了 否则很可能依旧找不到玄宫 因此这类皇陵的安全性和隐蔽性极高 但缺点是选址的时候要下一番功夫 要找到一处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 成了这类皇陵新建者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乾陵就属于阴山而建的皇陵 他所在的梁山有三座山峰 位于北侧的主峰海拔高度约1047米 南侧两峰稍低海拔分别为923米和933米 东西对峙 中间为司马道 乾陵所在位置四周开阔平地涌出三峰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阳面而躺的贵妇 主峰如头 西面的两座山峰恰为他丰满的乳房 因此这两峰也被称为是双乳峰 乾陵玄宫就位于北侧主峰之上 由于梁山位于长安西北 而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又处于乾卫 故而得名乾陵 周一中的乾卦又被称为天卦 乾为天象征着永不停息 生生不已之意 关于乾陵的玄址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在洛阳病逝后 陈子昂等人立主在洛阳设置林寝 但武则天为了遵照高宗德环长安死亦无恨的遗愿 决定在关中卫北高原选择吉地 他派出了星象学家袁天刚和专门执掌天文立法的太史令李淳峰 为高宗皇领选址 袁天刚接旨之后走遍了山河大川 仍然找不到让他心动之处 在一个浮云遮月的夜晚 他发现一处山巒上紫气冲天 恰好与北斗相交 袁天刚急步奔上山巒 找准方位顺手摸出一枚铜钱 埋在浮土下作为标记 李淳峰这边也一样 他沿渭水一路东行 三座奇异挺拔的高山突然呈现在他面前 从南向北望过去 这三座山峰恰似一位仰卧观天的妙龄少女 天为阳地为阴 南为浅女为昆 此处天地阴阳交和自身万物 李淳峰快步爬上最高的一座山峰 拔下发针扎入土中 随后就回东都洛阳复命去了 武则天听闻袁天刚和李淳峰 选定了同一位置作为基地 就派人再去复查 大成根据袁天刚和李淳峰所描述的 方位到梁山北峰的山顶寻找二人做的记号 扒开浮土之后惊讶地发现 李淳峰的那根发针竟然就插在 袁天刚埋下的那枚铜钱的钱眼里 两位高人选中了同一块宝地 那么把黄陵建在这里准没错了 武则天随即命令 立部尚书伟代驾负责钱陵的修建事宜 由于时间紧迫伟代驾争掉了军队 一使罪犯共同修灵 西渡长安附近的不少百姓也都参与其中 终于在唐高宗李治去世后的次年八月 完成了地面和地下的主要工程 随后李治下葬 钱陵又连续修建了23年才终于完工 相关史料记载 钱陵陵园周八十里 有成员两重 内置城门四门 东约青龙门 南约朱雀门 西约白虎门 北约玄武门 城内限殿偏房 回廊雀楼一应俱全 有人说正是因为修建了钱陵 武则天后来才能登上女皇之位 因为钱陵的风水是典型的女主手工穴 会大有利于女主 另外梁山所在的山脉 从轰装俯瞰 宛如一只夜着长尾 展翅飞翔的凤凰 这在风水局上叫做非凤局 只可惜钱陵所在位置位于凤尾 尾气必衰 双入风之间的神道 还将凤尾给斩断了 所以武周王朝就只能延续一代了 武则天临终之前下令将流放房州 15年的庐陵王李显 接回了神都洛阳 并昭告天下复立李显为太子 武则天死后 江山重新回到了李氏手中 武则天也要求葬于钱陵 与丈夫李治同眠 也有人说钱陵的选址 从头到尾就是 袁天刚和李淳风 共同做的一个局 毕竟他们在武则天刚出生时 就已经算出了天下将一主 既然天意不可为 那就顺天而行 在李唐王朝中间埋一个武周的插曲 最后天下还是李家的 也算是曲线救国了 关于武则天爬上权力 巅峰的精彩故事 我们下期视频细聊 大家定个月 以防错过精彩内容 1958年陕西省水电厅 又在前线县城西北五公里的 乾陵西侧位置 修建了乾陵水库 水库恰巧位于飞凤的心脏位置 飞凤被挖心斩尾 此初以后恐怕是再难出现 如武皇一般的大女主了 双鲁峰之间的乾陵神道 又被称为玉道司马道 它南起华表 北至朱雀门全长700米 是通向陵墓的领导大道 也是皇帝进入天国的路标 当年两位皇帝 隆重庄严肃穆的葬礼 就是在这条宽阔的神道上举行的 1994年国家投资150万元 用45,031块青石铺设了原来的古道 成了乾陵独特的景观之一 神道两旁有飞马石鸟一对 鸵鸟石鸟一对 杖马及千马人五对 翁重石对 神道前部本应该是锐售 朱雀的位置却以一对来自非洲的鸵鸟代替了 旧堂书中记载东亚西亚的一些国家 曾将鸵鸟送到长安作为贡品献给大唐天子 武则天将鸵鸟石雕置于乾陵 目前想必是想要彰显大唐万国来朝的地位 神道上严绵不绝的石对 翁重石人高4.1米 身材魁梧 双手持剑于胸前 面部表情各异 历史上翁重是确有其人的 他是秦始皇时期的一个大力士 全名软翁重 身高力大异于常人 翁重死后 秦始皇驻同翁重十二尊 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 匈奴人来咸阳 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软翁重 不敢靠近 此后翁重像常被置于 宫阙庙堂或陵墓前作为镇守者 乾陵神道在梁山北风前戛然而止 一千多年来人们虽然都知道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在梁山上 但是乾陵玄宫的入口究竟在哪 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1958年11月的几声炮响 意外的解开了谜题 1958年大跃进时期政府修复 蓝溪公路需要大量石料 乾陵附近的农民便到梁山上去放炮炸石 11月27日下午农民贺某又点了一炮 可这次随着轰的一声 贺某看到的不是散落四处的乱石 而是从地底下飞出来的几个石条 这些石条明显是人工打造的 上面还有刻字 石条上还连着像钢筋一样的铁条 直接告诉贺某这些石条恐怕跟瓜婆铃 也就是埋着武则天的乾陵有关 他一刻也不敢当个 赶紧把消息告诉了村长 村长又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 立刻进驻了梁山进行勘察 1960年4月3日 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梁山主峰的南面中央部 找到了通往乾陵玄宫的大门 乾陵隧道之门 这条隧道也叫做县道或者弹道 这条长约63米宽近4米的隧道里 工匠们用8000余块石条 砌了39层以封住地宫的入口 为了使石条不易松动 工匠们还在每块石条的末端 凿出了一个厌尾槽 用铁织的厌尾板镶嵌在其中 再用融化的锡铁织胶柱 使石条上下浑然成为一体 县道的发掘结果 与旧堂书中对乾陵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 其实缝隙铸铁一顾其中 木道口找到之后 金刚墙已经显露出来了 如果砸开金刚墙 乾陵即可面世 然而能不能发掘乾陵 不是陕西省能做决定的 陕西省文物局拟了一份乾陵 发掘计划书递交给了中央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史学家 郭沫若得知此消息之后 十分激动 他主张同意发掘乾陵 四年前的1956年 郭沫若等人曾打着研究 明史的由头向国务院申请挖掘名定铃 一年之后定铃被掘开 考古队确实在其中发现了很多珍宝 然而由于当时的考古技术有限 考古队又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刚一出土 便因为接触空气而迅速氧化变黑 甚至在众人面前灰飞烟灭 中国考古界上最大的悲剧就此酿成 这次周恩来总理权衡利弊 在乾陵发掘计划书上提笔批示道 我们不能把好事都做完 此事可留作后人来完成 中央下达批文之后 陕西省文物局只能将乾陵 目到口的封门时重新回填 1973年郭沫若再次提议挖掘乾陵 幸好又被周恩来总理否决了 这次周恩来直接下令 十年之内不准再开帝王陵 满腔热血的郭沫若写下了一句诗 带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 2000年陕西省政府再次向国家 承报了乾陵发掘报告 理由是抢救性发掘 是保护乾陵文物的最有效手段 幸好还是被北京给否决了 如今去梁山参观乾陵的游客们 还能在主峰南面的中央处 看到这唯一一块裸露在外的封门时 只是你绝对不要去动什么歪脑筋 因为你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附近的摄像头给拍下来 数年来的考古探探结果表明 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 乾陵有两重城墙 即内城和外城 内城约为正方形 各边长度约为1.5公里左右 总面积是230万平方米 内城城园中部各开有一门 据内城城园200米处 当年又建筑了广阔的外城城园 东西宽约1750米 南北长约1980米 显日坚固的城园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 和人为破坏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移平 只尚存少许若断若续 梁山主峰西南方向的黄土地 下面埋着大量的碎石 疑似是修建墓室时挖出的废料 当年黄巢就是根据碎石的方位 挖出了40米深的黄巢沟 但玄宫的入口 其实是在山峰的南面的 工匠们不惜废石废力 把废料再运到山峰的另一侧 就是为了埋下这个升东击西的圈套 好让盗墓贼们无法得逞 碎石堆的分布成扇形 下部宽度五六十米 高度六七十米 这样算下来表面积约1500平方米左右 如果厚度按三米算的话 那么碎石堆的体积 大约就是4500立方米 碎石堆的体积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玄宫内部的空间大小 专家们由此推断 潜陵玄宫内部的空间 大约在2700到5500立方米之间 如果按照这个规模的话 假使空间的四分之一存放陪葬品 那么陪葬品的体积也至少有700立方米 如果一立方米按一吨计算的话 那么潜陵地宫的文物总量应该有700多吨 更何况金属玉器实质 陪葬品的单位重量可能还不止每平方米一吨 那么潜陵中究竟有何稀释珍宝呢 虽然潜陵并未被发掘 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 以及其他唐陵中出土的文物 我们还是可以对潜陵中的陪葬品推断一二的 目前考古学家们将潜陵玄宫中的陪葬品 大约分为了六大类 第一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各类礼仪用具 第二陶瓷琉璃玻璃等所制作的器物人物和动物永类 第三珊瑚玛瑙琉璃象牙等制成的各类器具和装饰物 第四包括石画像石雕像石棺果在内的石制品 第五壁画和珠墨提克 第六点击字画丝绸和麻类织物 漆木器皮革和草类编织物等 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各类古籍和字画了 郭沐若当年上报周总理请求发掘潜陵时就曾经说过 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 打开潜陵说不定武则天的锤拱级百卷和金轮级石卷可以重建天日 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网尔等人的手记都能见到 石破天经一定是一件石破天经的大事 垂拱级共一百卷是武则天访王羲之行书所书写而成的 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记述他如何从一个才人一步当上皇后 最后成为女皇的过程的 是他宫廷生活的日记 另一部分是他治国的经验总结 垂拱级记录了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时期的很多宫廷大事件 对于研究唐史解开唐史中的一些谜团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同时垂拱级也是武则天以王体行书写成的 是书法艺术难得的真品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临终时曾吩咐李显 要把他的垂拱级作为陪葬品一起葬入乾陵当中 而金轮级则是武则天的诗级 武则天不仅是一位铁碗政治女性更是一个才女 她自幼聪慧颇有诗才 但如今的拳堂诗中只收录有武则天的诗四十余首 其他的军已诗传 如果金轮级能够出土的话 应该可以让金人一读武则天的文采了 另外乾陵中还可能葬有非常著名的蓝亭集序的真迹 东晋墓地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初三 王羲之与谢安等41人厌聚于绍兴市郊会计山音的蓝亭西畔 26人赴诗41首巨师成吉视为蓝亭集 王羲之为蓝亭集首写续文 曰蓝亭集续 蓝亭集续全文28行324个字 由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通篇求媚飘逸 字字精妙有如神著 其中的20个织字竟无一类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 后来文韬武略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痴迷王羲之的书法 费了千辛万苦终于寻觅得到了蓝亭集续的真迹 并且在遗诏中交代说一定要把蓝亭集续随葬 要放在自己的头底下 也就是说这件宝贝大概率应该是在唐太宗的昭陵墓内的 可刚才我们提到温韬把唐十八灵中的十七灵都给绝了 其中就包括昭陵 而在温韬写的出图宝物清单中并没有出现蓝亭集续 此后也未曾出现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 那么蓝亭集续的真迹究竟去了哪里呢 有一种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志也非常喜欢蓝亭集续 他会不会把蓝亭集续从老爹的随葬品中给扣了下来呢 最重要的是李志是个妻管颜 而他的妻子武则天也是个王羲之谜 所以蓝亭集续的真迹会不会是在李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中呢 乾陵武则天的随葬品中还可能有世间唯一一幅武则天的写真画 在武则天还是唐太宗的才人时 一天大画家颜立本被太宗招入了宫中 他见到太宗身边有一位容貌非凡气质高妙的女侍者不觉就呆住了 唐太宗正是招颜立本来给这位武才人画像的 太宗吩咐人背好笔墨 颜立本在岸上做起画来 不一会儿便画好了 太宗看着画忍不住的点头 然后又递给了一旁的武则天看 这是武才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画像 心中自然是十分欢喜 相传武则天死后 此画像就随他葬入了乾陵 这是唯一一幅武则天的真人画像 一旦出土价值不可估量 除此之外 乾陵中还可能葬有神奇预言书推背图的原始版本 推背图第一次陷于正史 是在宋史一文治里 他被列入了子类中的五行类 但未提及撰写人 宋史之前南宋岳飞的孙子岳科 写过一本丁史 其中提到了推背图 并说推背图的作者是唐代李春风 如今推背图学者一般都认为 此书是李春风和袁天刚合著的 以李春风为主 根据丁史的记载 自五代时期起天下大乱 遍地都有人称王称帝 于是有野心的人就利用 推背图等称伪之书作为启示的依据 北宋建立之后 唐太祖赵匡印一度想要将推背图列为禁书 但苦于此书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很难全部收缴 于是赵匡印就想了一个办法 命人把推背图中的衬语 图画的次序给搞乱 并篡改了一些内容 做了几个唯本投放到民间 让他和原本一起流传 久而久之 人们或不知熟为原本 或以为预言不准就不再收藏了 由此可见 宋朝初期 其实推背图的真面目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推背图真的是由唐昭 太史令李淳峰所著的 那么其原始版本 也有可能藏在乾陵玄宫当中 2006年陕西省文物修复中心的工作人员 秦建明在研究一张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乾陵航拍照片时 发现了一个让他惊讶不已的东西 在乾陵陪葬墓李锦行墓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圆环 乾陵除主墓之外 还有17座小型陪葬墓 分布在陵园东南侧神道东侧的黄土台地上 这里葬着其他皇室成员与功臣 陪葬墓距离主墓越近就代表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贵 而这位李锦行是唐朝的名将 少数民族出身墨和人 他为大唐的开疆阔土以及边疆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此获得了葬入皇家陵园的殊荣 秦建明在李锦行墓周围发现的这个诡异圆圈 以李锦行墓的风土堆为中心 直径约110米 环宽约3米左右 处在较为平坦的耕地中 呈现淡淡的暗色调 与抽围田野的色调略有差别 发现怪圈之后 秦建明曾带领考察队到李锦行墓周围进行过实地考察 结果到现场之后却没有找到怪圈的痕迹 秦建明回去之后又查阅了其他年份的前陵航拍资料 结果发现这个怪圈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 只有1968年1984年和2004年的航拍照片留下了圆环的身影 68年的照片中除了李锦行墓外围的大圆之外 还出现了十多个小圆 直径多为三四十米 错落的分布在东西长约四公里 南北宽约两公里的地带 有的在陪葬区内 有的则超出了陪葬牧区的范围 前陵怪圈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其他麦田圈 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麦田圈的纹路都比较清晰 而且图案非常复杂 但前陵怪圈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圆圈 图案很简单 而且需要提高照片的对比度才能够看清楚 秦建民虽然没有在现场发现怪圈的痕迹 但当地的村民透露 怪圈所在位置的庄稼 有时候是会比周围的庄稼长得矮一些的 这可能就是从空中俯瞰 圆环成淡淡的暗色调的原因 秦建民怀疑这地底下可能是有什么异常的东西 于是他就带领考察队 在李锦行墓周围钻孔探查 结果发现这个大圆环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壕沟的遗存 沟宽约2.7到3米之间 深约2.5米 随着岁月的消逝 壕沟被周围的泥土回填 地表虽然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了 但壕沟中庄稼的长势还是会和周围有所不同的 对于此壕沟存在的原因 专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推测 一是围木沟说 认为壕沟是墓穴的附属设施 这是当时特有的一种丧葬形式 二是排水沟说 认为壕沟起到了排水作用 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墓穴 这两种推测都有一个明显说不通的地方 那就是为什么17座陪葬墓中 就只有李锦行的墓周围出现了此类壕沟 而且这种圆形壕沟从未在乾陵以外的 其他陵墓中被发现过 第三种推测是少数民族特殊藏制说 因为李锦行是墨河人 墨河是活跃于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 信仰萨满教崇尚太阳 圆形的壕沟代表的可能就是墨河人所崇拜的太阳 这种推测乍听之下非常合理 但是细细琢磨也有一个说不通的点 那就是68年的航拍照片中 其实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小圆环 有的甚至都不在陪葬墓区的范围之内 说明这些怪圈可能并不是围绕着墨穴存在的 关于乾陵怪圈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而乾陵的谜团不止这一个 在乾陵神道北端的尽头 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 有61尊无头石像 被称为61翻尘像 西侧32尊 东侧29尊 这61尊石像与真人身高相仿 装束各有不同 有刨幅束腰的 有翻领锦绣的 也有批发左刃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全部双足并利 两手向前毕恭毕敬的战者 关于61翻尘像的来历 陕西通志中记载说 唐高宗驾崩之后 各国的王侯与史杰 纷纷都来唐都调宴 并前往乾陵送葬 为纪念当时的盛况 武则天命人将参加葬礼的 各地的王兵和史杰 仿真人服饰以及身高 雕刻成了60多尊石像 并立于梁山主峰之前 然而后来专家们研究后发现 不少石像的背面 都刻有一个固字 说明这些人在石像完工之前 就已经去世了 其中西侧有一尊石像 背后的刻字 是故阿什纳弥社 阿什纳弥社是西突厥的首领 曾被大唐封为票绩大将军 但他在公元662年就去世了 比唐高宗还早去世21年 所以他是不可能来参加高宗的葬礼的 这时又有专家提出了另一种猜测 说会不会是武则天为了歌颂 其丈夫礼制的丰功伟业 命人把归顺大唐的少数民族酋长 都雕刻成石像 立于亡灵之前呢 不过这种猜想很快又被否决了 因为石像中的一些人 是在公元705年 武则天驾崩之后 才归顺唐朝的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一个观点是 61藩城像中的一部分 是武则天所立的 另一部分则是武则天的儿子 唐忠宗李显所立的 目的自然是为了 残阳陶高宗和武则天的功绩 可是这些石像 为什么都没有头了呢 关于石像无头的原因 有这样一个广微流传的传说 明末清初时期 一个外国使节到乾陵来游玩 发现他的祖先 在给大唐的皇帝守灵 他认为这有识国格有辱人格 但如果贸然把石像给打碎 他又担心会引起 两国之间不必要的纷争 于是他想了一个阴招 他每天晚上穿上夜行服 到附近的农田里去糟蹋庄稼 之后再散布谣言说石像成精了 把庄稼的糟蹋光了 当地百姓听信谣言一气之下 就把石像的头给敲碎了 这种说法虽然讲的是有鼻子有眼 但毕竟是民间传说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还有一种说法是 石像的头其实是被盗墓贼给破坏了 千百年来盗墓贼费老半天进去 挖掘乾陵 但最终都空手而归 只能拿这些石像出气了 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曾经到过乾陵 并留下了 藩王岩四立层层 天马排行士玉腾的诗句 说明在明朝初期 石像的头还是完好无损的 然而明末时期 一些描写乾陵的诗句中则出现了 赤马剥落里倒旁的句子 说明此时乾陵的立马和石像都纷纷的倒在了地上 有考古学家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嘉靖年间的那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上 明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1月23日 陕西华县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 震期达到了8至11级 由于地震发生在子叶 人们都在熟睡当中导致了有80多万人因地震而丧命 乾陵距离华线只有一百多公里 属于震中地带 乾陵也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61翻尘像的进步是最脆弱的位置 所以地震过后就出现了翻尘断头的奇观 乾陵神道两侧的一些毁坏的千马人像 恰好也是断头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专家们的这种推测 另外有细心的朋友们可能发现了另外一个谜团 那就是朱雀门东西两侧的翻尘像的数量是不等的 这在极其重视对称美的古代王陵中是很罕见的 后来研究人员在陵园东侧发现了两块未完成的毛坯石料 石料高2.45米宽0.86米 根据这个尺寸推测应该是一个石人的毛坯 这个毛坯石料不远处还有一尊石像的半成品 其身体形态已经雕刻完成 这三尊半成品石像会不会就是朱雀门东侧少的那三尊 如果是的话他们又为什么未被雕刻完工呢 翻尘们掉落的头颅又究竟在何处呢 这些问题可能都要等到前陵正式发掘的那一天才会有答案了 六十一番成像的南面紧挨着神道北段处有一块树圣祭碑和一块无字碑 两块石碑东西呼应 树圣祭碑是武则天亲传其子中宗李显书丹歌颂唐高宗一生的一块碑文 全文五千字字填金粉光彩照人 而与之遥相呼应的无字碑关乎着武则天一生的功与过 我们下期视频来详解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曾发生过一件政治趣闻 1971年7月阿波罗15号发射升空 宇航员在浩瀚的宇宙中俯视了埃提金字塔中国长城 突然他们在黄河某处转弯地的西面看到了九个一字排开的小黑点 坐标是在这个范围 其中最西边的黑点最显著 宇航员以为这是什么新式武器发射地 立刻拍照并且向五角大楼汇报 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新式秘密武器 这些黑点都是整齐排列在魏北高原上的汉唐帝王陵墓 最西面的黑点正是乾陵 和霸气逼人的女帝武则天一样 乾陵也注定了是魏北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